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领奉差遣王普天下去的 这羔羊前来 从座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 他既拿了书卷 私活物和24位长老就复复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阿们 接下来是以马内里常识班的现实和尼西关弦乐团的演奏 我们所爱的珍贵的主人牧师 今天是主人牧师的生日 下面听启示录讲解第35讲 亲爱的各位圣徒 全世界及全国支教会的圣徒 支圣店的圣徒 全世界通过网络同餐礼拜的所有圣徒 各位观众 使徒约翰看见坐宝座的神 右手中有书卷 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研了 这本书上记载了人类工作的期限届满之后 沈对墨是所要发生之事的计划和旨意 揭开封印的同时 书上记载的内容将要发收 因此书卷的封印不能在任何时候随意揭开 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揭开的 到了神预定的时候 具备揭开封印资格的人按神的旨意揭开 但是使徒约翰发现 无论是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都没有具备揭开封印资格的 唯有揭开封印 人类工作六千年的历程才能全部结束 神的计划和旨意方能完全成就 得救的神儿女们将进入七代已久的七年婚宴 千年王国以及永恒的天国 这一切只有揭开封印才能成就 现在已经到了揭开封印的时候 去还没有找到具备揭开封印资格的人 因此使徒约翰感到沮丧难过 所以大哭 然而这是二十四长老中的一位 告诉约翰一个好消息 启示录五章五节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 犹大师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 他已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在这里犹大支派的狮子 犹大的根 是指从犹大支派中诞生的大卫的后裔耶稣 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既费了扫罗就选了大卫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说 我寻得耶稣的儿子大卫 他是和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从这人的后裔中 神已经照着所允许的 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 救世耶稣 具备救主资格的 唯有耶稣一人 为了做我们的救主 耶稣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第三天败坏死亡权势 复活 成了复活出熟之果 凡是因信 主联合 成就合一的人 也能成为复活的果子 得到救恩 因着主揭开封印 收取得救之果的 神的计划和旨意 方能完全成就 所以直到人类工作结束为止 所有一切的主导权都属神 尽管将来七年大患难期间 仇敌魔鬼撒旦 肆意行使他们的权柄 但并不是说七年大患难的主导权属于他们 唯有主揭开书卷的封印 照着书上记载的内容 末时的一切才能成就 七年大患难期间 在这地上所要发生的患难和灾殃 其实也是按照神的计划和旨意 根据预定的时候准确无误地进行 主导这一切是的就是主 因此唯有主具备揭开封印的资格 二十四长老中的一位知道这一切旨意 所以告诉使徒约翰 具备揭开封印资格的是谁 那么回答约翰的是二十四长老中的哪一位呢 圣经上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 旧恩是靠着耶稣基督完成的 而且还系统地逻辑清晰地进行了整理 就是石头保罗 石头保罗经常引用旧约经文 确立了通过耶稣基督的旧恩观 而且从神领受了神对人类工作的旨意 和末世所要成就的事 二十四长老中除了使徒保罗 谁还能对具备揭开封印资格的主 如此了解并进行详细说明呢 现在正与使徒约翰说话的 二十四长老中的一位就是使徒保罗 接下来的六节记载 我又看见宝座与似活物 并长老之中有羔羊战利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从二十四长老之一的石头保罗 得知具备揭开封印资格的是 耶稣基督之后 使徒约翰看到了像被杀过的羔羊 羔羊是指耶稣 羔羊是所有生畜中最温顺 且听从木人的声音 而且从不伤害人 而且羊和羊之间从来不打架 为人类提供了毛 皮 肉 等所有一切 对人有益无害 耶稣也如同羊一般 为我们牺牲一切 给人类的只有好处 不是用羊 而是用羊羔指称耶稣 这是因为 耶稣如同羊羔 无瑕疵无电污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前 埃及临到宰杀长子之灾的时候 神告诉以色列百姓得救的方法 使他们免受灾殃 就是命令他们宰杀一岁无残疾的羔羊 取点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 一岁的公羊是交配之前 纯洁无瑕的状态 像这羊羔一样 无瑕疵无电污的耶稣基督 为我们被钉鱼十字架 流出所有水和血受死 而且是在33岁如此年轻的时候死去 所以使徒约翰说像是被杀过的 羔羊站立在宝座和似活物并长老之中 意思是在神与人之间 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 是中宝人 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记载 他为我们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使徒约翰又看见羔羊有七角七眼 以前讲道的时候提到羔羊 很多人以为是指出现徒 圣经上的羔羊指的是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 旧约和新约中将耶稣比作羔羊的记录 频频出现 羔羊都是指耶稣 一般将信主的圣徒称作羊 约翰福音中记载 喂养我的小羊 意思是要喂养福音 就是吃主的福音 就是神的七灵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关于七灵已经做过说明 神通过七灵 检查这地上的所有一切 检查人的心思意念和行为 根据测定的结果 决定是否赐予个人应允和祝福 将七灵比作七眼 是因为七灵担当检查和测定的角色 属灵上数字七代表完全 七眼意味着七灵完美的检查 所有一切不放过任何一个 按照神设定的标准 准确无误的测定 启示录四章五节里 把七灵比作七灯 即使是黑暗隐秘之处发生的事 七灵也能照亮 见差 所以把七灵比作七灯 为了我们便于理解 神把七灵比作灯和眼 那七灵意味着什么 灵有多种含义 诗篇十八篇二节记载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它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在这里脚意味着力量 权柄 能力 帮助等 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节记载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在这里脚也意味着力量 权柄能力 但它还特别意味着 统治者和王 诗篇七十五篇五节记载 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 不要挺着景象说话 这里的脚是指 自我 自尊心 自意和框框等 各位如果有自我 自尊心 自意和框框 无法禁令 唯有破碎这些才能禁令 才能发现自己 听神道的时候 才能通过话语 醒悟并发现自己 离其各样恶事 有自意和框框的人 虽然口称爱神 又遵行神道 但无法发现自己的恶 听讲道的时候 也无法醒悟到自身的问题 认为都是他人的不足过错 然而一旦这些自意和框框破碎了 就能发现自己 醒悟到自己的恶 脚有如此诸多的含义 但在今天的主题经文中 出现的七脚 在这里的脚是指 王或统治者 羔羊是指耶稣 羔羊有七脚 意味着主作为完全的王统治者 检查并主管了人类工作的 所有历程 因此七脚也意味着 主作为万物的主宰 检查地上的一切 准确判断 掌管并治理这地上的一切 为了检查并主管 所有一切 所以有七灵 故此七脚也意味着七灵 既然七脚意味着七灵 那我们又可以得知 七灵的另一个角色 那就是偶恋人心的角色 意思是七灵不仅能准确测定每个人的心 而且还能担当使人醒悟自身的部族 并填充部族的角色 在鼠肉上脚能刺伤人 鼠灵上也有刺伤人的作用 即在鼠灵上脚是指熬练人心的工具 比如一个人心里满是自尊心 自我自意和框框 那他的脚一定刺伤了很多人的心 被刺到一定很痛 被刺痛的话内心非常痛苦 就是指的是禁令之前 刺伤对方的心 使对方内心受熬练 所以是熬练人心的工具 被刺伤之后如果能破碎自己 更新变化 这自然是好事 可有的人因为受到伤害 进行反抗恨人 这是不对的 被剿刺伤的人内心一定受熬练 但最终通过熬练 更新变化造就为更完全 所以我们不能成为刺伤别人 是对方心里受熬练的脚 如果别人用脚刺伤自己 导致自己心里受熬练 那就要以感恩之心通过 被刺伤之后 以阿门领受的人能迅速通过熬练 被刺伤之后如果没有发火 没有提高丧门 没有脸红耳赤 或者恨对方 而是以阿门领受 归咎于自己 然后决心更新变化 这该多好 以阿门领受的人不久之后 就能脱离心里的所有恶 更新变化 造就为得爱兼备 温柔又谦卑 效仿主的属灵人 大家是否也想这样呢 被人刺伤 就要以阿门赶快通过 不能以恶相对 而是以喜乐感恩得胜 何必受累受痛苦呢 离弃负面情绪 误会论断定罪等恶 该多幸福啊 像这样脚具有熬练人心的作用 切脚检查个人的心 同时熬练人心 引导人通过测定的标准 其欺凌的作用 不单是检查所有一切 以及测定个人 而且还帮助人更新变化 达到应允的标准 七灵是神的心 神的心又是圣灵的心 因此七灵中蕴含 帮助的灵 及圣灵的属性 七节记载 这羔羊前来 从座宝座的右手里 拿了书卷 唯一配揭开封印的羔羊 耶稣基督从父神的手里 拿了书卷 虽然父神可以亲自揭开封印 并成就所有一切 但神把所有权柄 赐给主 使万事以主的名成就 主拿了父神手里的书卷 现在掌管一切的权限 归到主的手里 主成了主体 当然 这并不是说 主随己意 成就将来 所要发生的事 主自然是在 父神的旨意当中 按照父神的意愿成就 但实际上揭开封印 主管牧师知识的是主 八节记载 他既拿了书卷 四伙物和二十四长老 就复复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钱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四伙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伏复在羔羊及主的面前 意味着主拥有极大的权柄和威严 主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从现在开始 拥有成就 所有一切的权限 在这样的主面前 连四伙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也要服服敬拜送赞 主题经文中出现了秦和金炉 秦和金炉是测定 每个圣徒的赞美与祷告 新香的工具 秦测定个人带着多少喜乐和感恩 忠心送赞神 金炉测定圣徒的祷告 金炉里盛满了香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各位圣徒 我们献于神的所有赞美和祷告 都成为新香之气 上达于神前 在天上 神为地上的每个人 拆抢了一个天使 查看我们的一切 这个天使 接收我们的赞美和祷告的新香 然后陷于神面前 当然 每个天使不能亲自把香 拿到神面前 而是由天使长收集 然后送到神面前 当这新香达到神所规定的量 就能得蒙相应的应允和祝福 然而事实上 每个人所献的赞美和祷告的新香都不同 亚伯拉罕向神献祭的时候 神悦纳他的新香 诺亚献祭也蒙神悦纳 可见一人是成心的献祭 按神的旨意蒙神悦纳 祷告和赞美也是如此 有的人祷告新香粗厚 有的人祷告新香 心息如现 如果礼拜的新香 如同柱子一样粗 那将迅速填充金炉 如果祷告新香非常纤细 那么铁满金炉 必定花费很长时间 有的人呼求几次主啊 就能蒙云 而有的人昼夜呼求 才能蒙云 还有的人祷告几个月 才能蒙云 信息一二三阶段的人 蒙云时间不同 近灵的人蒙云速度更快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 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照着经文 凡是祈求寻找叩门的人 神都会给予应允 有的人祷告新香粗厚 有的人祷告新香 心细如现 有的人祷告新香浓郁 有的人祷告新香浅淡 因此即使同时 献上祷告和赞美 也会分为得神喜悦和不得神喜悦 虽然参加周五春夜礼拜 但以礼春夜祷告会 但是赞美新香也分得神喜悦和不得神喜悦 有的人赞美新香粗厚 有的人赞美新香纤细 甚至有的赞美新香不能上达于天 重复祷告内容能上达于天吗 同样赞美的时候若有杂念 嘴唇微微跟畅 其赞美新香能上达于天吗 这不是诚心的赞美 所以其新香都不同 另外即使为同一个题目祷告 根据祷告新香的粗厚程度 填充蒙云所需祷告量的时间也不同 有的人祷告新香粗厚 一天就填充了英云所需的祷告量 而有的人需要祷告一周或十天以上 才勉强充满祷告量 然而有的时候 即使祷告了 其新香也不能上达于天 如果在神面前建立了最强 不论怎么祈求 神也不会聆听 以赛亚书59章1-2节记载 耶和华的绑壁并非缩短不能拯救 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孽使他眼面不听你们 因为人的罪孽使神眼面不听 按照经文 如果犯了罪 即使祈求 谁也眼面不听 祷告十分困或带着杂念重复祷告内容 那么祷告新香不能上达于神面前 赞美也是如此 有的人分明唱了赞美 但不记得自己唱了什么 不记得所唱的歌词 这是因为掌管空中权柄的邪灵 进行搅扰 阻止祷告新香 上达于天 如果带着杂念重复祷告内容 或者不是出于诚心祷告 不是出于信心和爱心的祷告 那么不能上达于天 一定要平信祷告 带着爱心祈求 七灵测定的时候 如果不符合标准 那么掌管空中权柄的邪灵进行搅扰 阻止祷告新香上达于天 唯有佩神悦纳的祷告新香 才能宠在金炉里 上达于神的宝座前 为什么神用金金制作的炉 成圣徒们的祷告新香呢 金金意味着不变的信心 大家都知道金子是不变的 即使经过数千年 金子仍然是金子 不会发生变化 也不会磨损 神悦纳的是平信的祷告新香 所以神吩咐 藏在金炉里 使徒约翰看见 金炉里藏满了香 这意味着人类耕作的期限快到了 以及综合测量 在工作期间 个人上达于神前的 所有祷告和赞美的新香 已经快满了 主题经文九至十节里 记载了四伙物和二十四长老夫妇在主面前 唱新歌的内容 关于这些内容 下一讲再继续插考 亲爱的各位圣徒 通过今天的话语 我们知道了 每一句祷告和赞美 都化作新香上达于神的宝座前 大家为某个祷告题目祈求的时候 应当快速在金炉里填满祷告新香 所以大家祷告的时候不要犯困 要诚心地祷告 代理祷告会也是如此 诚心地唱赞美 才能快速填满金炉 这样才能快速蒙允 当然 还说明了有一种情况 不论怎么祷告和赞美 也不会上大于天 是哪一种情况呢 没有信心的祷告 没有属灵之爱的赞美 这些不能上大于天 祷告那种重复 或者带着杂念祈求 那么神没有理由悦纳 比如 与长辈说话 或者朋友之间 或夫妻之间也好 就举夫妻之间为例 丈夫与妻子说话 妻子只是点头 眼睛却看向别的地方 眼睛却看向别的地方 妻子没有注视丈夫 而是在想别的事 丈夫若和朝天的讲 妻子却在想别的事 不认真听 那么丈夫一定不高兴 认为妻子无视自己 只是装在听 这样对吗 不对的 与此相反 丈夫说有趣的事 或公司里发生的事 可妻子犯困 这样对吗 这是无视丈夫的表现 更何况如果是上下级之间 更不应该如此 因此不能献上那样的祷告和赞美 赞美唱得好的人 也有这样的情况 虽然唱得好 但是心思意念 不集中 虽然不集中 但是歌 还是唱得好 各位的祷告和赞美 是一怎样的心香 尚大于天呢 即使唱歌不好 也没关系 因为神不看声音和歌唱实力 而是悦纳 献赞美之人的心灵心香 所以我们应当 诚心地唱每一句歌词 体会每一句歌词的意思 把赞美献于神 例如 各位参加周五彻夜礼拜 熬通宵向神献上赞美 可神说 我没有悦纳你的赞美心香 这是多么难过的事 因为无法战胜困意 微微动嘴唇唱赞美 那么不能化作心香 上大于天 祷告也是如此 祷告是否流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以怎样的心智和诚心献上 其实每天来参加 弹一粒彻夜祷告会 如果没有线上神所悦纳的祷告 那么祈求不能蒙允 结果说 不论我怎么祷告 神也不应允 就这样放弃了 其实不是祈求没有应允 而是各位没有献上神所悦纳的祷告 所以应当省察自己 检验自己 希望大家一定要铭记这些 以后每次向神献上的赞美和祷告 不仅能上达于神的宝座前 还要成为能撼动神宝座的 粗厚浓郁的心香 如果大家除尽心里的恶 填充温柔 爱心 仁德 那么所限的祷告 必定化作粗厚的心香上大于天 祈求迅速蒙运 如果大家的赞美和祷告 能化作感动神心的美丽且充满的心香 上大于天 那么神必定从宝座中站起来 查看究竟是谁 献上这样的祷告和赞美 神用如火般的眼目看顾 并寻找谁爱神并讨神的喜悦 神查看每一个子女 斯蒂凡只是被石头打死的时候 主在做什么 圣经上如何记载主在天上的样子 圣经上记载说 我们的主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斯蒂凡只是开启灵眼看到天上的门开了 主站在神宝座的右边 为什么站着 不应该坐着吗 因为主非常爱的人 赐全能的斯蒂凡只是 无缘无故被人用石头打死 无知的百姓正用石头打死他 就在被打死之前 斯蒂凡只是看到天上的门开了 看到耶稣站在神宝座的右边 当他说了这句话 百姓们更加愤怒 他只是说了实话 能开启灵眼 看见这是多好的事 斯蒂凡只是离弃各样的恶事 得爱兼备 具有为主殉道的信心 成就了圣洁 所以神赐他全能 重用他 因而他开启灵眼 看见灵界 他看到天上的门开了 耶稣站在神宝座的右边 在斯蒂凡只是将要被石头打死的危机情况下 主当然是站着 怎么能坐着呢 为成就神的国 各位所献的祷告心香 一句也不落空 在末世大审判的时候 必定以赏赐报偿大家 反正即使为神的国祷告 如果神不愿意祷告 那各位的祷告不能成为赏赐 希望各位每一瞬间所献的祷告和赞美 都能以新香全然上大于神前 诗篇的作者也告白 诗篇102篇一节 耶和华呀 求你听我的祷告 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 奉主的名 祝愿各位的祷告和赞美 蒙神垂听 各位所献的新香 上大于主的面前 思考所听到的话 与一同做祷告 通过影像 接受主人物是为患者做的祷告 有疾病的人 请把手放在 疼痛之处或软弱之处 接受祷告 没有疾病的人 请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平信 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 全能慈爱的父神 感谢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昭悦时空 做功在机仙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 制教会之声殿 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 意念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 焚射并抑制他们 从头到脚五脏六腑 每根骨结全身神经 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 斥责仇敌魔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 光啊 进入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完整 焚烧净进 激推瘧疾 以及所有风土病 激推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干等 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菌不能进入 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 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妇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 也得到痊愈 也求父使 血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肩盘突出症 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痫自闭症 抑郁症 躁愈症 精神衰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瘫痪的 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 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眼睛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 得以捷径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都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啊 求做工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物 中毒 也得以洁净 以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 他的众识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黄诡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啊 敬住吧 求父神赐予你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其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 从各种事故在央中 德蒙保守 度过亨动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使烛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或吃或饿 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 祝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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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祂